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政府宣布落实柴油自由浮动机制之后 许多旅游巴士业者说 他们没有被纳入柴油补贴名单 不是那个补贴的群体 所以他们现在纷纷酝酿涨价 虽然交通部长陆正福昨天已经回应了 他说旅游巴士赛送的是外国游客 不是日常所需 所以不应该享有补贴 然而今天大马华人旅游业工会的 柔佛分会主席郑建全就召开记者会说 旅游巴士没有补贴的做法 对业者来说非常不公平 因为旅游巴士在的不只是外国游客 还有许多本地游客和民众 所以他促进政府要重新考虑 让旅游巴士也能享有柴油补贴 针对旅游巴士业者的诉求 团结政府发言人法米今天也做出了回应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针对旅游巴士业者不满 没被纳入柴油补贴领域 团结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法米 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首相安华已经指示交通部和旅游部 去研究为旅游巴士等群体提供的援助 但法米强调这不会是永久性的津贴 霹雳怡保市委新村 今早发生了一起恐怖命案 一对华裔夫妻疑似发生争执 结果妻子被丈夫刺死 现场已经被封锁 而嫌犯在下午也被警方带回案发现场 进行案件重演以及进一步的搜证工作 警方表示明天将会把嫌犯带上庭申请延扣 公司监局今天发文宣布 今年首季获得192亿令吉的可分配收入 相较于去年首季的144亿令吉 按年激增了33.1% 公司监局总执行长表示 虽然今年首季财务表现强势 但金融市场仍充斥着许多风险 包括长期保持在高位的利率 地缘政治与冲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